这个女人为了取悦丈夫,结婚八年一直保持完美的身材,每天都要测量自己的三维,不允许身上有一丝坠肉,可就是这样一个完美的女人,却遭到了丈夫的无情背叛,而她的出轨对象,竟是一个连铅笔都不会削的秘书,果然家里的玫瑰再美,都比不上路边的野花香,珍妮既伤心又愤怒,让丈夫立刻滚出这个架,可珍看到她离去的背影时,珍妮又感到万念俱灰,觉得整个世界都崩塌了,珍妮把这件事告诉了父母,本想从他们口中得到几句安慰,谁料母 母亲当场崩溃大哭,父亲更是冲着珍妮发脾气,指责都是因为她的错才导致丈夫的离开 父亲认为之所以有这一天,完全是珍妮旧由自取,于是她让珍妮精心打扮一番,穿上最漂亮的裙子把丈夫追回来,面对丈夫的背叛父母的责骂,珍妮干脆破罐子破摔,一杯接一杯的灌着红酒,甚至穿着睡衣就跑进大雨中,地铁上珍妮衣衫不整的模样,让周围乘客躲得远远的,珍妮来到丈夫曾演出过的酒馆,她借着酒镜站在舞台上,疯狂吐露着内心的不快 凭借着挥鞋有趣的吐槽,珍妮瞬间点燃了全场,台下观众被她逗得捧腹大笑,珍妮越说越激动,干脆直接放飞自我 殊不知麻烦很快找上门来,珍妮被警察以公共为谢罪,和吴正表演罪被当场逮捕,可没过多久 酒吧经理朱迪就把她保释出来,原来朱迪看上了她的表演天赋,表示要带着珍妮出道,成为最顶级的脱口秀演员 珍妮有点难以置信,自己刚才只是发酒疯而已,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和两个孩子的妈妈,她根本没想过要干这行,于是直接拒绝了朱迪 但当珍妮准备打车回家时,才发现自己身上没带钱,翻遍口袋只找到一本笔记本,里面写满了她对喜剧表演的思考,以及各种灵光一闪的段子 这不正是自己对脱口秀的热情吗?珍妮瞬间改变了想法,这一次不为别的而是为了自己,珍妮逛遍每一家喜剧表演场所 看着舞台上那些演技拙劣的人,珍妮觉得自己更适合这个领域,是时候为自己而活了 深夜经理朱迪准备上床睡觉,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,没想到珍妮竟主动找上门来,还约她明天早上十点见面 此时他们都不知道,这个决定将彻底改变两人的命运